4月10日,美国借贷中心在加州长滩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该中心CEO沈仲详细介绍由拜登总统刚刚签署的PPP薪资保障计划的最新延长期限所带来的资金周转福利 圣盖博士副市长丁炎瑜出席新闻发布会 他感谢美国借贷中心为民免费提供便利服务 更称赞他们的专业高效的敬业精神 王爱玲会长主持发布会 特别是我们最近的PPP的申请 他也讲到了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华人也比较有可能可以申请到的 但是也不知道可以申请的像那些自雇主怎么样去拿PPP的话 那看到他也愿意就是说特别是跟我的理念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虽然他是这样成功人士 但是他也愿意服务社区 那么也愿意来解决我们 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受到打击的那些企业 小企业或者是自雇主 那么有机会拿到政府的补助 这个补助也是对于恢复大家的经济发展 是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借贷中心在2020年6月8日 获得中小企业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授权 成为全美国仅有的几家全国性非银行薪资保障计划贷款机构之一 由于信息和申请资源有限 加上语言和文化隔阂 许多亚裔特别是华裔小型企业主和自雇人士 往往不了解这一贷款申请的要求 更无从找到合适的渠道申请 美国借贷中心一直在这边积极的为大家争取 获得联邦政府的PPP的这样一种资助 对于小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些自雇个人来讲 你还有机会 我们非常愿意为你们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服务 而且是免费的服务 如果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希望你们直接联系我们美国借贷中心 我们有中文的热线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 线电话是562-449-0139 网站是americanlendingcenter.com 到目前为止 美国借贷中心已经为全美国50个州总量 超过1万家小企业或自雇人士提供了薪资保障计划 可免还贷款为美国经济的纾困和复苏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借贷中心已经批准的贷款申请人中 80%以上都是少数族裔或妇女企业 以及符合申请条件的自雇人士 该贷款申请截止日期已延长至今年5月31日 美国借贷中心希望为更多亚裔企业和自雇个人免费申请 争取政府的资金福利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长滩采访报道 全美电视台藏贷中心希望为遥 太阳 海мотрите傅 掷册 半あ 温队